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一些武林高手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 现实生活中好记性的人也不乏少数 不过能做到过目不忘的的确是不多 咱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位 据说54张打乱顺序的扑克牌 他只要看上一眼便能全部背下来 这么牛的记忆法咱们一定要去取取经了 你把这个牌可以吸很多边 说这话的牛人叫杜友智 他是今天的超级记忆挑战者 听您这口气外面也太自信了吧 咱们好好多洗几个牌 在杜友智看牌的时候 记者将牌的顺序一一记得下来 果真才看了一遍杜友智就将牌第一个的记者 一个是小了 第二个是这个方块铁 第一第十的是这个红档七 一十一方块六 二十九 第二个是十六 三十六 是这个棉花的一路 既然一个都没有错 杜友智轻松地将54张扑克牌的顺序和内容背了出来 嘿 我说不会这牌有特殊标记吧 最后记者特意张牌收了起来 看不到牌的杜友智还能顺畅地说出正确的顺序吗 三十一张牌 三十一张牌 三十一张推套间 哇 二十八张牌 二十八 二十一张推套三 简直是过目不忘 行 那我就反之顺序考考您 梅花五在哪里 在这个第三十 梅花三呢 三十七 集字考虑下来 杜友智都快速流利地通过了考验 数字 文字 这些都可以 54张牌看一次就记得 还真的不得不佩服杜友智的记忆 也许有人要说了 一副扑克牌变来变去 就那么些数字 要瞬间记下来并不是特别难 但是杜友智说了 无论是数字记忆还是文字记忆 都难不倒塌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记者决定挑战挑战 记者从报判厅特意买了一份报纸 并请一位热心观众做了个见证 记者决定挑战一下杜老师 女人瞬间接力来行 比喻是规则 由热心观众从报纸上 随意抄取20个标题 参赛者两分钟之内 需按照顺序说出标题内容 表达意思与标题内容贴近者胜利 可刚看了半分钟 记者就开始喊停了 原来为了多点底气 记者决定还是先向竞争对手 请教一下竞争学校 杜有志说文字记忆 主要是抓关键 黑有了这个法宝 记者重新投入到瞬间记忆的比赛中 比赛开始 可是刚轮到他们一起折 黑居然连第一个都不记得了 好在杜老师有意相让 让记者再看一遍 是那个大学生 无证标题了的 记者正在为自己的战绩高兴 是新的比拼到了 裁判决定将不按照顺序 随意抽屉 漏了马脚了吧 咱们的记者还得好好修炼呢 因为当时这个成绩虽然非常好 但是这个 是通过这个死记忆悲的方法 可以来的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 在可大学的时候 就可得不太好 俗话说 宝剑风从魔力出 杜有志可不是一开始就拥有惊人记忆的 这是他的情学苦练分不开的 而当记者欲解密54张铺子牌的秘密上 杜有志一点的高深莫特 如果您也有超强的记忆力 如果您也有特殊的记忆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 杜有志等着各路牛人来挑战